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跟大家講講5月全加拿大整個樓市開放 和多倫多之間的對比 隨著利息不斷增加 今個星期就出了通脹數字 加拿大央行的決策 估計是至少增加50個basis point 這一系列的情況都令銷售淡靜 5月全國的Number of Sales 去到42,600宗 下跌了8.6% 對比4月的時候 雖然這個數字比起多不多 下跌9.1%相對來說是少少溫和 跌得最金的省份是BC省 跌16.3% 其次Alberta跌10.5% 安省跌9.9% 唯一上升的產品就是Sesketsuan 新增的Listing 有4.5%按月的上升 比起多倫多是輕微上升1.4% 上升勢態仍然非常強勁 很多人仍然希望把握機會 去甩掉自己的房子 Number of Sales 對比起Listing 下跌到57.5% 不過對比起多倫多39% 你可以說多倫多 就更加偏向買家主導 在這個客觀因素來計算 主觀因素當然 你去買買房子的時候 好看你買哪一處 和業主肯不肯鬆張 然後才能夠決定 究竟你可不可以撒價 撒得盡些 然後價錢方面 如果根據MLS的價錢 全國下跌了0.8% 這個對比多不多 下跌是4.6% 就溫和得多 Detach方面 下跌1% 而Condo仍然有0.3%的升幅 在當中 如果計算year over year 房子仍然上升19.6% 對比上年同期 Condo上升21.4% 雖然這個數字 對比起多倫多 已經下滑了的數字 多倫多仍然有優勝的地方 Detach上升24.2% over上年同期 而Condo 25.8% 仍然是非常厲害 新屋動工量 在5月來講 繼續上升 沒有因為暫時的加息 令到它冷卻 按月上升8% 當中Condo上升13% 而這個房子上升4% 安省也好 阿伯達Alberta省 或QBAC 都是有上升 只要BC省 是輕微有下跌 在當中 你看回新屋動工量 相對於二手樓來講 新屋比較滞後 因為你買一間房子 收夠醜時才來動工 這個數字會不會在下半年或2023年 才會慢慢來緩和呢 最後整個加拿大都軟著陸 無論你住在哪個地方 或是你在觀望 正在看機會 正如我上次說 可能你等多兩三個月 樓價再進一步下滑的時候 那時候的意識結果 和多些GDP第二季的經濟數據 都會出台的時候 變相你都可以把握更多 尤其是當買家主導的時候 過多一兩個月的時候 這個趨勢會更加明顯 你能夠找到一些真是業主 願意去割少少價的 亦都可能會更加大一點 既然這樣包含了很多主觀因素 在當中 因人而異 但始終對比起去年來說 我相信 你要買相對地便宜少少的樓 就會更容易 應該說對比年頭 對比去年 其實真的 去年的年頭的時候 剛才都說到 那個加價幅度 仍然是非常之高 你未必能夠 能夠賺到 一個這麼大的跌幅 在當中 希望這些數據 能夠幫助你作為一個參考 今天講到這裡 請記得按LIKE SUBSCRIBE SHARE 幫助你們 指導 指導